美国前总统川普 最近举办了新年造势大会 在过程中是炮火全开 直指拜登总统的执政 简直是美国的灾难 那么川普还说 俄罗斯跟中国领导人 不再尊重美国 拜登彻底的让他们 来羞辱了我们的国家 这场在亚利桑那一座小镇 举办的新年造势大会 持续九十分钟 川普痛批 他把一个富裕的国家 交给民主党之后 结果变得名不聊生 虽然活动上川普便没有说 是否由自己亲自 绞逐2024的总统大选 但他再次的重申 自己在共和党的地位 为今年11月的美国 其中选举做准备